古代的宦官,亦稱為太監,是宮廷內侍奉皇族的官員。 在世俗的觀念中,這些宦官,尊橫拔戶,或者卑躬喘微, 是一群禍國殃民的奸權,為世人所託馬。 但是在他們當中,亦不乏有為國捐軀伸張正義者,為世代所稱重懷緬。 明朝太監魏忠賢,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位奸權。 當時他得到皇帝欺忠的寵信,排斥異己,迫害忠臣、楊廉、左光斗、 古代張等朝官。很多大臣因反對魏忠賢而遭到暴行,或者遭被殺。 根據《野史》記載,歷代太監之中濫用殘酷刑罰,去迫害犯人,以魏忠賢為最厲害。 後來欺忠駕崩,崇禎王繼位,崇禎熟知魏忠賢的罪惡,下令逮捕他。 結果魏忠賢得到言報,自殺身亡,還牽連全家被抄斬。 朝中奸黨為之一清,天下人無不拍手清快的。 太監不一定是拔戶尊橫、賢禍百姓。根據梁啟超先生所著的《飲兵室》文集, 在清末時,有一位不畏強權、誓死而歸的英雄小人物,他就是太監扣連財。 當時慈禎太后獨攬朝政,用軍費收元明元,以作享樂,搞到民不聊生。 甲午戰爭之後,國家的國運更是一揭不振。 購連財,她不是知識份子,但她對於國家的興亡,慈禎的尊政,心裏充滿悲傷。 有一天,在慈禎太后未起床之前,購連財長跪塔前流淚。 慈禎問她發生什麼事,購連財就說:「國危至此,老佛爺不要再貪圖享樂,恐生內變。」 慈禎見她是小太監,責罵她一頓就算了,沒有繼續追究。 後來,購連財,請了幾日假回鄉下,缺別父母兄弟,將自己所有的積蓄,分配給其他小太監。 然後向慈禎太后呈上賈書,共有十條陳詞。 一請慈禎太后密濫政權,應歸正於皇上,而請密動用國費收元明元,應該用國費整頓軍備,救助苦難百姓。 其他內容都是沒有人敢說的陳詞。 慈禎太后大怒,根據朝廷的規定,太監有參見正事者,立即處決的。 於是,就將購連財交到刑部,立刻處決。 購連財這種不顧自己生命,為正義、為百姓,上賤慈禎太后,為國為民請命的偉大精神,在太監之中是很少有的。 而且他要犧牲自己,作為一種反惡勢力的示威。 這種精神,與歷代為國捐軀的革命意識,是可以相提並論的。 根據《飲冰室》文集的描述,購連財在行刑那一日,神色不變,整衣觀,正襟靈,面向清天,松容就義,官營的人都非常感動而流淚。 各位,同樣是太監,魏忠賢,賢害人民,死後為臭萬年。 購連財,正義想言,為國犧牲,死後名誰千古。 天堂地獄,不過是一念善惡之差而矣。 百分之差 感谢观看